一件惨案害了四十万人,死了儿子,死了老婆,此时丈夫幡然醒悟了,据《史记项五本记》,记载原封原年汉武帝到泰山行封善大礼,天信一些方式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,的蛊惑乃富东至海一望迹遇蓬莱,其所希望见到的蓬莱,先山在山东海边没有遇到其并海而北这节时,沿着海边一直来道有神月, 圣明的杰石山继神求仙,之后汉武帝此行杰石,是杰石山一带沿海地区的求仙活动,暂时隔百年之后死灰复然久而久之,汉武帝对鬼神之说深信不疑,都知道汉武帝在位的后期,曾发生过一件惨案,涉案人数多达十几万,被人们称作巫蛊之案简单的来看,它就是极为荒谬的巫蛊之术,在作怪细细品味一番之后, 便能闻到一丝不平凡的味道,说白了也就是王公贵咒争夺权力的产物从史书的记载来看, 汉武帝29才有了第一个孩子,刘具这样的年龄在古代算是有偏点大了,特别是在十分看重传宗接代的帝王家, 好不容易,喜得一子自然是难掩宠爱之情,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其他嫔妃,也陆陆续续生下来孩子,刘具这款香伯伯也就不是那么香了, 让皇后和太子的荣宠慢慢变少,他们更是时常忧心忡忡的叹气,这样看来,皇后和太子这个位置也不是好坐的毕竟, 半君如半虎,一个不小心惹怒了皇帝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将不复存在, 不禁想要感叹一句做太子难做汉武帝的太子更难,为什么呢? 众所周知,汉武帝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且十分强势的人,遇上一个如此强势的老子, 而做得就得时时刻刻,注意自己说话做事的分寸,将这个分寸拿捏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, 那么这个刚刚好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? 就是在展现自己有治国之才的同时,又不能让皇帝觉得野心勃勃, 在展现自己不会辜负大家期望的同时,又不能让皇帝觉得拉帮结派融落众臣, 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恰到好处,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大做文章可以说, 长期在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人都自然,就会变得唯唯诺诺失去了大将之风, 说到这里,我们就顺便唠唠能够在太子世卫上安全待着的几种情况, 第一种情况就是皇帝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其他的选择, 例如,洪志皇帝就是只有一个儿子,再怎么不顺眼他也认了, 总不能将皇位拱手让给其他居心叵测之人, 把第二种情况,就是太子年龄尚小,即使是犯了错误, 也不能太过苛责一个孩子,第三种情况,就是皇帝也做过太子, 知道其中的苦楚只要太子玩得不太出格, 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, 碰巧此时的刘具都遇不上这三种情况, 更恼人的是自己的父皇还是一个有, 才是有远见的人且身体,倍儿棒的人, 所以他做太子就做了三十多年换而言之, 夹着尾巴生活了三十多年,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 所以身居高位,也不见得舒坦, 虚北时常要担心着自己的向上人头, 不见了但是汉武帝也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, 毕竟是自己立的太子, 所以在大将军为清赛事之时, 刘彻秀和大将军交心畅谈过, 颇有点脱钩的意味只是他没有想到, 但是魏清死在了前头那年他五十五岁, 太子刘具二十二岁, 后来人们都说, 如果魏将军没有那么早就嫁贺西去, 汉武帝和太子就不会闹到如此境地, 这时候大家伙肯定想问, 汉武帝为什么最后会铁了心, 要弄死太子呢? 有人说他嫌弃太子不像自己, 但是从他和魏清的谈话中, 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认为, 儿子不像自己是无法忍受之事, 也有人说是父子两人在政线上不统一, 造成的一个是关于征讨四方的外用兵, 另一个就是治理国家, 该言还是宽, 但是其实汉武帝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主张, 是不可以被质疑的所以, 自然可以看出这也不是最主要原因, 其实究其根源还是权, 自惹得或晚年的汉武帝, 一直都处在一种害怕老去和失去权力的恐惧中, 习惯了别人的俯首称臣, 卑躬屈膝, 坐久, 了天子之位, 难免忍受不了失去荣光此时, 不可一世的他不想象生老病死, 低头, 他想要抗争最终这样的心理状态, 使他性情大变, 开始疑神疑鬼整天怀疑太子不甘屈居人下, 想要取而代之如此时间异常, 他就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厌恶之情, 所以不愿意承认自然规律的汉武帝偏执, 他将自己的体弱多病, 归结于别人的诅咒, 老皇帝的异想再加上某些人的煽风点火, 碰撞, 之后, 变成了父子两人反目成仇的妖影子, 政治悲剧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江冲, 与太子刘具有戏碎趁机陷害太子, 并与暗道侯涵说, 宦官苏文等次人诬陷太子, 太子恐惧起兵诛杀江冲之后, 遭武帝镇压兵拜皇后魏子夫和太子刘具相继自杀, 可以说巫谷之乱发生于国都, 前后将近四十万人收到牵连一时之间, 人人自危, 统治者的权威和信任大大受到挑战, 汉武帝以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这出悲剧的牵涉范围最后, 也证明他太低估这种政治斗争, 炮制而出的妖得威力了, 刘具就是这样死在了自己老子, 对玄力的渴望之下历代君王皆是如此, 一旦上了年纪就开始六神无主, 拼命地想要护住心爱的玩具, 权力玩具任何会对这个玩具造成威胁的人都该死, 所以才会酿成这样的惨祸, 之后胡关塞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, 送太子愿死时终于清醒过来, 得武帝宜将冲三足, 烧死苏文又修建私子, 供于太子被害处坐, 归来望私之台, 以至哀思不久和武帝又下达了轮台最挤兆, 开始反思挑战其执政策略, 减少军事行动而将注意力, 更多转向富民参考资料实际下午本纪, 巫蛊之祸。